首先有请这位老先生 有请先生 慢点啊 坐这儿 坐这儿 最近身体状况也不太好 不知怎么着凉了 所以说疼得不能动 小儿子呢 他也可能不知道 他没看您吗 没有 没给您打电话 没有 这个之前调解结果不是说 小儿子负责照顾您吗 我住哪儿 我跟我三女儿那儿住了一家 她都太累了 孩子孙女要上小学了 她一天得送四趟孩子 还得给我坐家了这伙人的饭 还要照顾我们俩 然后为了照顾我分居 分居好一个月 我瞅她太累了 所以说我找敬老院 找一处找一处 我找了三四处 我找着这么一个处 您自己找的呀 我自己找的 我这老儿就叫去了 叫她去了 不知跟您那敬老院 她是怎么说的 她跟我这么说 说过三两天我给您拿钱来 我跟姜老院说了 91号我们就住这个敬老院去了 当然去敬老院不让我们住 敬老院不让住啊 为什么呀 你没交钱 小儿子没交钱呀 他没有 他说过三两天拿来 说你们不承 你过三两天拿来也不承 也就是说小儿子既没把您接到他那儿去照顾 也没出这个养老院的钱 没出钱 那怎么办呢 后来这钱怎么出的呀 我出呀 自己出的呀 我就 我找我三女儿 我说你给我找点钱 我说不成人不让我们住 就去了 九月一号去了 人家不让我们住啊 这个老先生 不让住没钱 没钱我筹备钱嘛 筹备九千多块钱 不到一万 差不多点一万块钱 就给了敬老院了 剩下这五十四万 他必须给我 这敬老院这钱 我拿什么交 他还没给您呀 给我还说什么 他为什么不给您呢 他为什么不给您呢 这是他的呀 他不是之前同意给您了吗 他同意不怎么 就之前也没拿出钱来 同意没给呀 上敬老院去 他都同意他的建务人 都没给钱 都没给钱 您主要是希望他能帮您 交了这敬老院的钱 把这五十四万给您 把五十四万给我